武神主宰 第5868章 深渊结构 作者 按摩师 卡布鲁瞬间都梦了 看之前 秦晨和魔力如此轻易地镇压住那虚兽 让卡布鲁一度以为这些虚兽实力极弱 也就那样 可交手之后才发现 对方的实力简直强得可怕 那两个家伙是怎么做到那么轻易 就将这虚兽给镇压的 好 这一头虚兽一下 撞飞卡布鲁 怒吼一声后 对着卡布鲁再一次地扑了过来 妈咧 卡布鲁顾不得浑身剧痛 急忙爬了起来 轰 他一张口 一道道可怕的金色灵甲 瞬间飞掠而出 拦在这虚兽身前 砰的一声 虚兽重重撞 在那金色灵甲之上 整个金色灵甲所幻化的可怕大阵剧烈阵战 似乎随时都要破开 可怕 太可怕了 卡布鲁心惊胆战 这已经是他最强的防御了 可是在这虚兽的撞击之下 仅仅数个呼吸 便已经快坚持不住 上面出现了道道裂纹 终于 砰的一声 在数次撞击之后 卡布鲁金色灵甲所化的大阵 被轰然撞碎开来 这虚兽张大血盆大口 对着卡布鲁猛地撕咬而来 哄 虚空震荡 整个天地都仿佛只剩下这一只漆黑巨口 要吞噬天地间的一切 这一口若是咬中 哪怕卡布鲁身为星空荒兽 怕也要当场重伤 身躯被撕裂开来 前辈 卡布鲁一边施展神通阻拦 一边大吼出声 轰的一声 这虚兽无视卡布鲁的阻拦 瞬间撕裂 开他的防御 眼看就要将他咬碎开来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突然重重落下 狠狠踩在了这一头虚兽头顶 当场将这虚兽踩入到了地底之中 发出痛苦的乌液 一口漆黑的鲜血喷吐出来 这鲜血有一部分 当即溅在了卡布鲁的身上 吃 卡布鲁身上的灵甲 当场被腐蚀开来 一道血肉模糊的窝口 一股阴冷的力量 在他的伤口处迅速地蔓延 小爬虫 赶紧躲一边去 没事出来乱跑什么 将那虚兽踩入地底的 正是魔力 只见他对着卡布鲁咧嘴一笑 紧接着 右手猛地按下 从那虚兽的头颅之上 硬生生地插了下去 破 滚滚的吞噬之力诞生 魔力迅速吸收着 虚兽体内的深渊气息 嗯 说否 魔力露出陶醉的神情 对卡布鲁来说 是噩梦一般的虚兽 对他而言 却像是美味的补品一般 卡布鲁吓得赶紧躲在一旁 他身形刚站稳 一股可怕的阴冷气息 正黏着他被腐蚀的伤口 迅速朝着他的脑海蔓延而去 一个亮枪 差点没栽倒在地 不好 这虚兽血液中 蕴含可怕的污染之力 卡布鲁脑海眩晕 吓得魂飞魄散 之前魔力和秦晨 都无视了这虚兽的血液 他本以为这虚兽血液没什么 可现在才发现 情报根本没有失误 这虚兽的血液 就是蕴含可怕的污染腐蚀力量 卡布鲁急忙盘歇而坐 竭力驱逐这污染之力 另一边 秦晨将这虚兽切割开之后 却见这虚兽断裂分开的身体 竟还在剧烈挣扎 要融合在一起 厉害 每一道单独的身躯 都蕴含强大的生命力量 拥有独立的行动能力 秦晨设起一块不断变换的身躯 用力一拉 吃拉一声 这头虚兽的半个身躯 被迅速撕扯成 一道长长的丝线 宛若龙巾一般 可依旧无比坚韧 嗯 哪怕是切割开来了 可这等肉身强度 竟然还是不逊色于西语大圣 这样的巅峰大地 秦晨惊讶了 论能量强度和浓度 这一节身躯是根本无法和黑龙会的西语大圣 这样的老牌巅峰强者比拟的 可就是这么一块并不完整的虚兽肉身 竟然在防御上 比起西语大圣不分伯仲 这是何等不凡 我倒要看看 这虚兽身体究竟是什么构造 居然能如此坚韧 烈 秦晨轻轻用力 崩的一声 就好像一根被拉到极致的龙巾 瞬间崩断开一般 这一节肉身被秦晨瞬间撕裂开来 被秦晨捏碎的肉身 竟是化作一团团细小的能量肉块 而这些细小能量肉块 竟是化作独立的个体 还在不断蠕动着 每一块能量肉块 都蕴含惊人的力量 彼此之间隐隐有某种联系 却又是独立的 嗯 秦晨拿起一块能量肉块 轻轻一拉 吃 这一根能量肉块 被他瞬间拉成一根丝线 而这根丝线依旧无比坚韧 这么小的能量肉块 竟还是这般坚韧 秦晨惊讶了 一般能量肉身被不断撕裂后 因为每一块能量肉身中 所蕴含的能量会越来越少 这也会导致强度也会越来越低 就比如数万根钢丝揉制在一起 这个承受能力绝对是惊人的 可若是分成几千根 几十根 甚至几根 那坚韧强度自然会大打折扣 可这虚瘦的能量肉块 不管分成多小 竟然每一个单独的能量肉块的坚韧程度 都是一致的 再来 秦晨用力 刷的一声 不断分割这些能量肉块 在秦晨不断的分割下 这些能量肉块不断分散 当分散到极致的时候 这些能量肉块 突然变成一团虚无的漆黑能量体 这应该是最小的分割单元了 秦晨目光一亮 手指画刀 用力切割过 这道虚无能量体 就听鸽嘣一声 这道虚无能量体 被切割开来 而切割开能量体的瞬间 秦晨甚至感受到 这能量体上传递而来的坚韧力量 断裂后 这虚无能量体间韧程度 终于大幅度下降 光泽都暗淡许多 秦晨手掌抓住这一半的能量体 以世界之力用力一挤压 破 这两节虚无能量体彻底粉碎 粉碎成了一缕缕漆黑的丝线 108根漆黑丝线 这些漆黑丝线 一共有108根 每一根都如同灵活的道丝一般 在虚空中游走着 依旧还存在活性 欲要彼此融合为一体 但在分裂成最基础的丝线之后 每一根丝线的坚韧度 都变得弱了许多 秦晨本源笼罩这些漆黑丝线 令它们无法融合 这黑色丝线 秦晨仔细观察 在他的世界之力下 这些黑色丝线被放大了亿万倍 每一根黑色丝线的表面 就如同一片浩瀚的平原 清晰可见 而在这些平原之上 都涌现一根根虚无的触角 不断地与虚空接触 散溢出道道虚界大道气息 这丝线的结构 彻底浮现秦晨眼底 秦晨甚至能看到 这些黑色丝线中 规则能量运行的方式和结构 秦晨神力轻轻一动 将这巨大的丝线撕裂开来 这丝线结构破碎 仿佛多米诺骨牌 瞬间坍塌了一般 顷刻间溃散开来 化为迷蒙的虚界规则消散 荣于天地 秦晨仔细看着 看着这一根丝线彻底湮灭 难怪肉身会如此坚韧 秦晨震撼 目光发光 每一根丝线 都是一根独立的大道之力 这大道之力 利用特殊的运转方式 形成一个稳固的结构 并且诞生出了独特的生命特性 一般的大地强者 哪怕是巅峰大地 肉身虽然是由大道之力凝聚而成 但一旦撕裂开来 其大道之力 其实并不完整 可这虚瘦 哪怕是分裂得再细小 也蕴含完整的大道法则 除非是 将其最细小的法则单位湮灭开 否则想要将其斩杀 自然难度极高 秦晨有所明悟 蕴含部分大道法则 和蕴含完整大道法则 自然实力差别很大 最关键的是 这大道法则的结构 秦晨目光闪烁 它能感受到 在这虚瘦体内 蕴含一丝深渊气息 而这虚瘦每一个单位的能量体中 同样散意一缕细微的深渊气息 这虚瘦的肉身之所以 能形成如此独特的大道结构 莫非是和这深渊气息的法则之力有关 秦晨心中一动 如果是因为这个 那根据这虚瘦的肉身能量结构 是不是就能将宇宙海 无数强者文之色变的深渊之力 给解构开来 这还只是之一 若是能彻底解析这种结构 将这种结构掌握 再让我自身的大地之躯 也向这种方式转变 是不是我的大地之躯强度 还能变得更强 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 秦晨激动了 他现在肉身之所以强 是因为融合了阴阳法则 融合了初始宇宙 又被高维力量改造过 高维 那是一种凌驾在结构之上的境界 可在境界之下 在肉身结构之上 秦晨同样可以令其变得更强 到时候两者结合 秦晨隐隐有种感觉 自己在巅峰大地境界 光是肉身强度 就足以和神帝比拟 结合高维之力 甚至极有可能会凌驾一般的神帝之上 这虚兽 还真是宝贝 秦晨心念一动 扑的一声 便将这一头虚兽 给彻底湮灭开来 一缕深渊气息 缓缓消散虚空 秦晨一抬手 便是将这道深渊气息 收入混沌世界 先收起来 若是收集足够的深渊之力 或许对深渊的了解 也会更深 秦晨曾见识过 深渊灭道主的强大 彼此早晚会再碰面 本章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